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秀山 咱们这个视频呢,来给大家讲一个 咱们交龙出海交易战法的高级运用 同时呢,也是回答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够真正把握住像郑州煤电 像东风科技,像玉龙空股 这类超级牛股呢 其实首先呢,这跟我们的一种心态和格局有关 想要把握,就是玉带王冠必成其重 想要把握这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牛股 需要有一颗王者之心 好,那么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 像郑州煤电影好像玉龙空股也好 包括呢,东风科技,它有什么共性 这里面呢,重点给大家讲一个多级别联利的一个实想 什么多级别联利呢 首先,咱们交龙出海交易战法的话呢 它讲究的是主图指标 接触于像咱们延移轨道线 然后呢,参考像突破的时候呢 明显有量MSD零度上方金差 同时,价格呢,又站在主力层门MCST的上方 好,那么咱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的是有什么呢 多级别联利,列出像郑州煤电 它的月开线 同样 股价呢,站在轨道线上方 开始发力 好,那么站在轨道线上方的位置呢 其实当时对应的位置呢 是两块四毛六 而周开线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启动点上面 它也是站在了轨道线的上方 对应的价格呢 当时是两块二附近 这是周开线 日开线的话呢 那么它也是呢 处在突破 回踩不破 站稳再进发力 这是郑州煤电 那么咱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讲 列出像东风科技 像东风科技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为什么在咱们在手板的时候讲到 在再次涨停的又讲到 在这一天呢 同样还讲到 实在是忍不住啊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 从它的一个月开线上面来讲 那么呢 从轨道线的视角来看呢 它也是连续 一二三四五 连续在本月上涨之前 连续五个月 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月开线的轨道线上方 来什么来进徘徊 它的典型的洗盘的特征 那么呢 在周开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也是呈现的是一个 突破 在什么在轨道线上方 然后突破回踩 再向上突破 然后呢 回踩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也出现这样的一个公正 然后在日开线上面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突破回踩 再上行 它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公正 好 再给它举个例子 例如像 玉龙空股 玉龙空股的话呢 如果说用月开线的视角 它也是 在月开线的视角上面 站在轨道线的上方 开始往上起涨 好 那么在周开线的一个视角呢 它也是处在轨道线的上方 开始发力 那么在四开线上面 也是呢 强势突破 然后呢 有一个呢 这一天有一个强势的回踩 最低呢 接近跌停的位置 然后呢 再拉起来 这是玉龙空股 好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关心 这些个股呢 都已经走出来了 有没有还没有走出来呢 有的 别着急 那么呢 给大家用这样的方法呢 它是多了一个视角 例如说呢 咱们今天 包括呢 像咱们前面点到的相当个 近控电力 它没有改名之前呢 叫做张哲典礼 在手摆的时间呢 咱们也是点到 在12月23号晚上 点到的时候呢 当时的名字叫做张哲典礼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月开线 也是呢 在轨道线这个位置呢 开始往上发力 周开线的视角呢 也是在这位置开始发力 日开线的视角呢 突破 回踩不破 再弹起来 这是咱们 很多主要主要坚持收听的朋友呢 一定是有印象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 去看 好 那么只想咱们今天 给大家去 包括了像格林美 格林美这一支歌舞的话呢 我们看它的月开线 是不是也是站在轨道线的位置 开始向上发力 MSD 零周 刚刚上零周 亮能 周开线的话呢 也是如此 日开线的话呢 突破回踩 而且呢 它的一个价格上面突破 就是结合呢 MCSG 主力成本指标 突破回踩不破 市场成本线 再进行发力 这是格林美 咱们昨天晚上呢 还有重点去讲到 只不过 在交易当中啊 有一个点 这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 什么点呢 市场的走势 很多时候呢 它不会 完美的 给你 你所预想的价格 就像咱们昨天晚上 讲到格林美 讲到什么 它后面可能是有 这样的反暴 或者有这样的机会的 最好的话呢 因为它下方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的话呢 如果说再往下进行回落的话呢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 很好的买点 当时呢 咱们用的并不是 轨道线的视角 咱们是用的 列宿了 结合 再往下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 不破 像13天均线 因为呢 如果再往下 那么呢 靠近主力成本指标 不破13天均线 那么呢 反而是一个 非常好的上车的机会 但是呢 市场它不给你 这样的一个 合适的一个点位 因为自己今天呢 像玉龙空股 也好 像郑州美电 也好 直接有资金的接力 那么呢 它带动整个方向 出现这样的强势反暴 好 那么咱们用 同样的一个方法 来去看 列宿了像 咱们 今天点到的 贵东电力 贵东电力呢 用咱们 手把绝金的视角呢 咱们点到 但是呢 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来看 在周 在月K线上面来讲 它在 刚刚要突破的一个边缘 在周K线上面来讲的话呢 刚刚突破的一个边缘 那么像这种方向呢 在结合4K线图的话呢 像这类个股 它要是有这样的一个 回落 最起码能够看到 它是多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 那么它的一个支撑作用 就会更加强大一些 好 那么列宿了像 辽宁能源 月K线 那么它就属于呢 没有突破 受到压制 就是它当天 依然是处在一个 构建底部平台 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在周K线的话呢 它属于呢 刚刚 向上站上 那么呢 它的一个 力度 相对来说呢 要比前面 所讲到的几次 要弱一些 这是从这个视角 那么再给大家举例 像太阳能 太阳能这一支个股呢 我可以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说再往下的话 昨天是低停板 今天呢 是一个 反暴 但是没有成功 最高呢 涨到九个点 因为前面的话呢 它是太阳能当中 比较正宗的 像光复里面 比较正宗的个股 四连板 四连板之后呢 如果说再往下 那么呢 再往下之后呢 它后面必然 还会有一次 反暴的阳线 这个阳线呢 可能是苍阳 可能是仗停板 但是呢 看它 给不给 再一次调整的机会 如果调整下来过周呢 能不能把握好 一个支持的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看它越开线 突破 回踩 再弹起 好 周开线的一个视角呢 突破 回踩 也是站在轨道线的位置 启动 日开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指的是 这一段冲高 回落 勾践一个大的平台 咱们当时呢 在它手摆的位置 点到的时候呢 是讲到它是一个 同时呢 也是一个 大的手脸三角形的 一个向上突破 当时呢 是用站在视角的 只不过它没有给 绿盘的机会而已 好 那么再往下面去看呢 像 农发总业 咱们前面呢 在手摆的位置讲到过 如果说用 今天讲到的视角 周开线 突破 回踩 这叫越开线 突破 回踩 周开线的视角呢 它也是 每一次呢 沾着轨道线的方向上方 再往上启动 日开线的话呢 突破 回踩 再弹起 好 那么 例如说讲一个反例 什么反例呢 像西 像了西藏 腰页 西藏腰页 作为咱们手板 绝境来讲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成功的一个 是呢 是给互利机会的 所以超短线嘛 手板点到 但是呢 它在 如果说用它的一个 多级别连利的一个角度来讲 越开线 它前面是这样的一个冲高 冲高做回落 距离 下方的支撑 还是有些距离的 越开线的话呢 它的手跃 前面 这个位置呢 上方是有压制的 所以说呢 只能作为一个 不能有太高的预期 建好就收 这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反面的一个案例 并不是所有的掌平板 都符合这种多级别连利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 高度注意 那么像路效科技 这一支个股呢 你要看日线 其实你看不出 太多的名堂了 只不过呢 像这一支个股 它的内部是有些逻辑所在 这个逻辑的话呢 咱们今天 不重点去讲 只不过这一支个股呢 它接下来考验 如果说不相下 回补引线 那么呢 它就很容易 再一次呢 向上加速 这一支个股呢 它的一个走法呢 很明显 因为今天在 第一厅板附近的位置呢 出现资金抢筹 那么这支个股的话呢 是一个典型的洗盘的特征 就说呢 接下来这类个股呢 要么大跌 要么大涨 它很难 给你持续的这种 这样能够温和的效应 当然这支个人的一种视角 不作为 不作为操作依据啊 那么我们看月线的话呢 它的属于 好 突破 在这个位置 周K线的话呢 它也是突破住 回踩到了这样的一个 直升平台 日开线的视角的话呢 它也是在突破的一个边缘 那么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其实 越大级别啊 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的一个 像轨道线 它也有具有这样的一个 支撑压制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呢 我们再往向 像引起科技 引起科技的话呢 这一支个股也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 但是呢 它是属于创业版的股票 很多时候呢 涨个四几个点 跌个四几个点 很正常 在前面呢 记得有一篇文章当中 有中年列举 但是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我们看越开线 它是不是突破灰彩 亮堆 在周开线的话呢 它也是沿着轨道线 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徘徊 那么在日式开线的话呢 当前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突破的一个边缘 只不过呢 像这一类个股啊 因为 我在咱们 就是在头条上面 给大家进行分享 其实呢 更多的策略有一些 更简单 更稳健 更实用的一些方法 更技术性的 但是对于一些 真正正的强势个股 或者说呢 不同的行情 有些有些方法的话呢 它的运用 特区也实施 能够有利于把握一些 真正正的强者很强 或者把握一些 能够追悦这种 这样的嘛 这样的一个 加速上涨的机会点 但是呢 一旦失守的话呢 风险也比较大 为什么 说风险比较大呢 例如就拿 引起科技来讲 它昨天呢 就跌了12个点 今天呢 反暴 涨了18个 18个点 那么呢 它今天呢 是属于涨停开板的 没有风死 那么像这一只 个股的话呢 你要是看它的一个 月 周 日 公正的一个角度来讲 但是呢 对于很多 散户来讲 如果说 你当日 因为你具体 这时来讲 不存在什么技术 不存在什么人 它每一次都能够把握到最低点 都能够卖到最高点 任何方法呢 它都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就说呢 纪律的所在啊 就说呢 关于自己能够最大承担多少风险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对于创业版的话呢 咱们近期 基本上呢 是点的要少一些 或者呢 点评的少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一旦遇到一些 整个环境的利空 或者说呢 个股的方向上面的一个调整 它可能面临 出现了十几二十 甚至出现二三十个 二十多个点的 这样的一个调整 也很正常 但是呢 对于 绝大部分散户来讲 是承受不起的 最基本上呢 已经严重影响心态 哪怕即使执行止损了 如果说 三个点 五个点止损呢 可能还是很痛快的 但是呢 如果说超过十个点 再去止损的话呢 可能心里面呢 就会 各种不适 所以说呢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多级别连利的一个思想 那么讲到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呢 就说 对于用这个视角呢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例如说 日线级别吻合 如果说周线级别 就像咱们 刚才给他举个 像西藏妖业这样的个国 在周线级别 它就是属于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呢 它也有很好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这个位置 其实呢 无形当中 它对应的是前面的 这个平台的一个压力 是不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一旦突破 它对应的话呢 是大级别的一个平台 作为支撑 轨道线的话呢 其实它是 它最大的作用呢 一个是趋势轨道 一个是价格 变动 就是价格方向的一个 补足的敏感 这个方向就指的是突破和跌破 好 那么同样呢 列数呢 用什么呢 用咱们 好 像贵东电力 贵东电力的话呢 其实即使你什么都不用的话呢 也能够看得到什么呢 它的属于当前实际上呢 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就看这个位置突破能够有效 什么叫有效呢 始终不破这个平台里面来 这叫有效 好 那么呢 从周开线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呢 它是让我们的视角更清晰更简化 但是呢 它对于短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波动 敏感度会降低 那么看越开线的话呢 其实它从4块钱到什么呢 到6块钱 按理说 从4块钱到6块钱不是50%了吗 但是你要是放的格局更长 演技更高 实际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注底的过程 现在既没有 既不能视为突破 但是它是一个注底的过程 那么我们通过 这是一个从大到小的一个维度 列出像有的个股 就是说呢 从越线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 它长时间收到轨道线的压制 突破站稳一般行情 长时间收到轨道线的压制 突破站稳一般行情 那么这个位置有没有站稳呢 不知道 目前位置还没有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会出现 越开线的阴阳阴阳 它在4K线 可能就出现很多个警察时差了 我们用这个多级别公正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只能说 让我们对一些方向 对一些机会点 会更加什么呢 更加增加这样的一个胜率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的内容 就说呢 结合咱们交融出海交易战法的 多级别运用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 那么呢 因为它这种方法的话呢 它会更加区别开来 什么呢 个股是真正意义上的 带有趋势性突破的 列出呢 同样的咱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列出像再给大家多举一个反例 同样的符合咱们手柏绝经的一个视角 列出呢 再给大家举一个 什么例子呢 好 再给大家举一个列出像我们 好像环球 这个也不是 不能称作为反例的 好 再给大家举一个反例 反例的话呢 列出像孟杰股份 孟杰股份呢 用咱们手柏绝经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只能说是一个平安着陆 什么叫平安着陆呢 手柏点到第二天给了绿盘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它是给出这样的一个微盈的机会 赚的不多 但是呢 即使赚的不多的话呢 两三个点 一两个点就有的 那么如果说用我们多级别连利的一个角度来讲 越开 它是没有突破的 然后呢 周开的话呢 它是受到压制的 所以说呢 用这样的视角的话呢 就是说这对于我们超短线来讲的话 我们该怎么用怎么用 就是用我们超短线的一个独有的方法 该怎么把握怎么把握 但是呢 如果说它受到这样的一个 周开线的压制的时候 像轨道线的压制的时候 还处在弱势的周期里面 最起码呢 我们不要 没有没有依据能够有更高的期待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什么方法呢 就是说 真真真正走强 因为呢 对于散户 对于很多股油来讲的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什么困境呢 真真正走强的 强者很强的个股呢 会有一味的恐高 即便周焰调整的话呢 那么就这种公正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其实是给我们提多了一个视角度的一个参考 但是呢 如果说对于 默默唧唧的 刚刚突破 然后呢 回踩一下 也没有追焰涨停板 给机会了 但是呢 它 涨的话呢 涨得很缓慢 跌的话呢 可能跌得很凶 就那始终 就那同样赚钱啊 就可能 可能遇到一波行情 别人赚个百分之 变成了赚个赚个赚个三倍两倍 自己可能只赚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十 行情跌的时候呢 也不少亏 其实呢 这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自己对于不同类型的个股的研究和方法的一个 试用性 那么像这种方法 你要是找一个偏弱一点的股票 它就不适合 举个什么例子呢 就拿举个例子像中兴通讯来讲 中兴通讯 它在日线级别上面 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走法 它形成不了 目前为止形成不了趋势 但是呢 对于5G来讲 它这个风向标 它可以呢 作为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 但是你要是看它的一个 周K线来讲 它始终受到压制 要看越K线来讲 它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就对于一些 强势股或者强者横强呢 它多了一个维度镜观察 多周期公正 多周期公正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更有利于把握真正意义上的一些 强势类型的个股 像咱们刚才给大家举例的 不管是引起科技也好 包括呢 像金控电力也好 东风科技也好 你不管是看月线 看周线 还是呢 看它的日线 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正的因素在 而且呢 并不是所有的 涨停的个股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都会存在这样的公正 所以说呢 这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呢 增加 大家遇到 真正真正意义上的强势 个股的 把握住的一种 增加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具体的运用方法的话呢 操作层面 依旧是看日线 看日线 只不过呢 用周和月的公正 增加我们对于市场 对于趋势 对于什么资深 它的一个判断的层次 好 这是咱们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内容 我相信呢 大家听完过之后呢 应该会有一些触动 其实呢 像修缠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有一句话叫做 一万小时定律 当你在一个领域当中 付出 非常专注的付出 并不是耗时间啊 非常专注的付出 不少于一万小时的时候 你至少也会成为 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 那么不管是对于盘面 对于个股 对于技术的研究 最起码呢 像修缠别的不说 说浸泡的时间 所花的心思是足够多的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 其实呢 不管是具体的技术性指标也好 还是说技术方法也好 这些呢 虽然说不是最根本的 因为最根本的话呢 它是来自于人本身 对于市场的理解 对于股市的理解 对于交易的理解 对于自己的这样的执行力 这样的一个资律 对于交易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这是最根本的 但是呢 一些工具 如果是你用的更好 它会简化你分析的效率 和什么呢 和简化一些决策的 节省决策的时间 所以说呢 工具 我认为它始终是有用的 有用 用的程度取决于人 你可以把它用到100分 你也可以只把它用到1分 其实呢 我觉得不要 就是对于 不要依赖任何工具 但是呢 也不要完全轻易的去 否定和排斥任何工具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现在咱们交融出海交易战法 更详细的话呢 在 在 修缠的 视频当中 好 在修缠的视频当中 是有这样的一个 合集的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查看 好 再见